注意看,这只正在跟狗干架的猫,但它并非普通的宠物品种,看起来像花豹似的。 其实,它叫守猫,一种生活在非洲的猫科动物,近些年常被人当宠物养。 眼前正跟狗狗对峙的守猫叫维尔,因为抢零食,跟家里的两只狗发生了矛盾。 维尔很淡定,因为两只狗一起上都不是它的对手,它坐在地上猫叫着,希望跟对方讲讲道理。 狗狗吓得呲牙全吠。 第二天,小黑叫来了大哥,一只在狗公园吃得很开的哈士奇。 它善于用脑,绕到索猫身后想偷袭,没想到维尔一个转身,它就吓跑了。 二哈一脸懵圈,你告诉我它就是一只猫啊。 维尔刚往前走两步,二哈胆子都吓破了。 它也没想到,说好教训一只猫的,结果翻车了。 为了面子二哈并没放弃,来到了对方的营地。 蝉使官表示,不是因为绑住维尔,可能就打起来了。 哈士奇的战斗力大家是有目共睹的,体型还不占优势,打不过那就交个朋友吧。 二哈摇着尾巴是好,这可把小黑气坏了。 说好是来帮我出气教训猫咪的,怎么就当叛徒了呢。 维尔正眼都不瞧二哈一下,看他霸气侧漏的样子。 哈士奇也很识相,带着小黑溜了,可能是不服气。 小黑又把他的大哥再次叫来。 二哈看着很惊讶,是不是老眼昏花了,什么猫长这么大呀。 凭借二哈的智慧,他又开始搞偷袭,一本正经的样子。 还真的像头大灰狼,他就悄悄站在所猫身后,看起来很纠结。 没想到维尔一转身,他魂都吓没了,接着维尔走了过去。 二哈愣住了,总不能帮个朋友,把自己狗命也搭上来。 维尔的脾气偶尔有些暴躁,但从不会攻击人,他们主要以小型动物为食。 在欧美有不少家庭,把他当成了宠物猫饲养。 但因个头太大,出门时必须要用牵引绳,因为路人第一眼都会认为他是只豹子。 当然撒娇起来,其实跟宠物猫也没啥区别。